我们看那么长者后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 来射受这个已经是既遗痴又侠类的诸子 我们看经文 既以方便更浅于人 苗目琐露无微德者 如可与之云当相顾 除诸奋会被语辱嫁 穷子闻之欢喜随来 为除奋会敬诸房舍 那么长者知道 这个时候还不是父子相认的时候 要先怎么样 把他带回家 把这个先带回家 带回家给他一个工作 既以方便 就用善巧方便了 更浅疑人 疑人就是不是华言会上的佛菩萨了 就浅这个二称的声闻人跟原觉人 这种人是怎么样呢 苗目错落 这个眼睛少了一个眼睛 错 身体矮小 肉 身形丑陋 总而言之 他是一个无微德者 因为恶症人 修偏空理性 所以他不含重德 他不修福 不重福报的 只修空性 所以他没有微德 那么用一个没有微德人 来告诉他说 应当相顾 所以我们这里有简单的工作 请你来做 做什么事呢 除诸 混会 打扫 清洁 而且更重要 这句话很重要 备宜辱架 对有所得的人 他重点就是在这个地方 他一定要得到一些功德法 那么我们知道 穷子在遇到佛陀之前 是修外道的 通过苦恨禅定 来追求这种一死的安乐 他就跟穷子说 我这里的工作 比你过去修禅定 修苦恨更多的价钱 这个时候穷子文之 欢喜谁来 他也能够创造更好的功德 那就开始做仇奋 清洁的工作 这个地方 佛陀的方便 先以工作 把他的身心安定下来 这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给他种种的鼓励 我们看经文 长者于游 常见其子 念子于猎 乐为鄙视 于是长者 着必够一 知除愤器 网道之所 方便附近 与令勤作 既亦辱架 并涂足油 饮食充足 见习后暖 如是苦言 辱当勤作 又宜软鱼 若如我子 那么带回家工作以后啊 当然长者不能只是让他工作啊 希望他能够从工作当中不断的进步 所以呢 这个长者就做了一件事情啊 他经常在窗户啊 就是他不是在大门 因为大门是种道实相嘛 在窗户就是这种偏空的理性啊 去观察这个穷子啊 心中呢 又敏念他的遗词侠烈 只喜欢鄙视 这个鄙视就是 就是打扫清洁 我们知道 刚开始啊 这个长者在华音会上啊 是用大乘的波罗蜜的功德来射受他 布施波罗蜜 持杰波罗蜜 乃施波罗蜜 用各式各样的珍宝来射受他 就是直接让他观佛法界的功德 但是我们知道 一个人遗词侠类的凶尿侠小人 他观佛法界关不来 所以怎么样呢 你先观众生法界 你观深受心法里面 不尽苦无常无我 这个就是 他观不了佛法界 就观众生法界 众生法界就是一个鄙视 就是一个比较出比的一个 深受的夜报生 那你好好观察你夜报生吧 你观不了佛的功德 观夜报生吧 那么疑似长者 还做了一件事情 着臂勾衣 把这种尊贵的衣服脱掉 换上 出比的硬化身 然后呢 此时愤迹 往道直锁 方便靠近 跟他一起工作 佛陀就怎么样呢 陪他修 试炼处 方便 来射受他 而且这个地方更重要是 以令勤作 告诫他 你要努力工作 成就官惠 就是让他尽进 第二个呢 进乳价 病途足油 饮食充足 见习后卵 那么 他请他工作的时候呢 给他加价 以额外的价钱 什么额外的价钱呢 当初谈讨的只是清洁工作 就是用试炼处的智慧 来消灭我们 对于深受心法的爱着 跟邪见的颠倒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又他 怎么样 修禅定 进乳教之修 赤足异足 然后你就可以得到 怎么样 土足油 这个土足油 就是古代能够 驱除风寒的 就表示 由禅定所生的 神通三昧 那么你得到禅定以后 你可以成就神通三昧 而且你能够 让你的饮食更加充足 我会给你一些米面 盐处的饮食 就是禅定 可以资助关汇 而且禅定能够怎么样呢 见习后软 得到好的床坐 可以休息 你看阿罗汉 阿罗汉不是只有涅槃寂静 你看阿罗汉 他在山东里面 他要去脱坡的时候 一到下雨 他没办法出去 他没办法出去 他又不想浪费体力 他就要入禅定 一方面养神 一方面 他这样子 他可以暂时忘掉肚子的饥饿 所以阿罗汉 他有禅定以后 他除了涅槃寂静 他有很多的 附加的价值 总而言之 这个长者 如是苦言 如当勤作 又以软椅 若如我指 他是又激励他精进 又鼓励他 你 你这样做 有各自各样的功德 来射受他 乃至于他成就了 我功的真理以后 他说 若如我指 你现在 我们的关系非常亲密 我们不是只是老板 跟员工的关系 我们就好像是儿子 相似佛子 因为正德空性了 所以空性跟真如是 同一个法性的 所以若如我指 那么这个地方 说明了 整个穷子的阴言改变 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 就是 长者把他带回家 诱导缓嫁 缓嫁以后 第一个 让他有工作 因为你没有让他有工作 他又跑掉了 你既然不承认 你是我的儿子 那你现在就 来我们家打工 那么更重要 是他种种的鼓励 在古德处决当中 身份法要成就五根 跟五力 信进练定会 你要不断地给自己激励 尤其是从信到精进 这一块是最难 相信容易是精进难 就像我们练佛一样 专注容易相训难 你可以练佛 但是你要能够产生一种 强有力的正面的佛号 就不容易了 那么我们看 长者是怎么鼓励他 他很简单 就是 记忆辱嫁 他给他一种功德的练想 我们举一个例子 在唐朝 唐朝 进度圣权路上 有一个叫 身杖法师 这个法师 他出家以后再生团 他只做两件事 第一个 白天 卫生牢狱 就是为大宗师服务 打扫清洁 倒垃圾 挑水等等 晚上 就尽做练佛 白天修佛 晚上练佛 就做两件事 到灵命中的时候 这个人不简单 他的佛业 先起现行 就在那个 进度圣权路上说 六亿天 四地来隐 四天王天 涛历天 夜谋天 多帅天 化乐天 他化师在天 六亿宫殿 一个一个出现 第一个出现 你心不动 第二个更好的 你又不动 到最后 他化师在天 他完全如此不动 他完全对人天的快乐 完全没有任何的耗耀 然后 弥陀才现成 最后 正念往生 进度圣权路的作者说 他就赞叹 这个身上法师说 临终是何等的散乱 六亿天的快乐 是何等的殊胜 既然能够正念分明 所以他这个地方 表示什么意思呢 诸位 他心中不是只有佛号 他一定怎么样 有额外的价值 在引导佛号 就他有一种往生的愿力 我们进度中 最怕就是什么 你练佛 练到心中 只剩下佛号 这最可怕 你佛号前面 没有一种往生的愿望 就是说 你这个人佛号前面 没有进度的功德 那你这样子呢 你不是说进度中 你只是在练佛 进度中这个佛号 要怎么样 要能够发愿求生净土的 这个佛号跟净土 要相应的 也就是说 在有为诸法 所有的事情 前面都有代价 你为什么修试炼处 你说我不知道 你这个试炼处修不起来 试炼处是前面 有一个灭盘极境的功德 在引导你 这段经文讲的不清楚 前面讲的更清楚 求子在工作之前 他先问一件事情 我可以得到什么代价 佛法都是先有目标 再有过程 就表示 在全法的试色当中 你一定要有个愿望 小郑的愿望就是 成就炼凡净净 净土中 你为什么炼佛 要求生净土 所以这个深藏法师的成功 他不是只有炼佛 他的目标非常明确 叫以炎倒行 所以中间过程 不管是怎么样的疤风 怎么吹 他的心就是很坚定 所以 诸位 这个穷子的成功 当然是 长者的开导 让他工作 更重要的是 他给他很多的功德练想 他给他一个裂盘极境的练想 他给他很多的禅令 三昧的练想 所以有功德的引导 他修行起来就能够怎么样 由信心提升到精进 由精进提升到正念 正定正会 所以经过五根 最后断后正正 所以修行 修行要能够产生强大的力量 就是你要用功德的练想 来激发你的愿力 这个就跟穷子一样 如当勤坐 你要能够用功德 让你精进 好 那么到此以后 这个穷子就安定下来了 一个人成就空气你以后 他对这个家就不排斥了 就比较好教育了